这,就是街舞打造出四条不同风格的街道,而四位明星队长实力吸睛,这档综艺节目极其寒庚,罗志祥,黄子涛,以及易杨千玺,实力不容小觑,00后的易杨千玺无疑成了人气担当,相比较前辈可能实力还有带磨练,但是各位前辈对易杨千玺真的很照顾,这档节目的四位明星队长年龄横跨70至0年龄段,男生之间的交流像极了极限挑战男人帮兄弟,易杨千玺就成了像张艺兴一般的 团宠存在,加之罗志祥,黄子涛的斗笔岛怪四个人其乐融融,昨天这就是街舞记者采访现场,几位哥哥实力宠递,不仅帮千玺回答记者雕钻问题,更是用年龄来拉近大家之间的距离,黄子涛全程挂在易杨千玺身上,韩庚还表示不会跟千玺抢选手,而千玺也表示自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,谦卑的态度更受哥哥们喜欢了,说到这两年TFBOYS三小指真的开始单独发展了,除了很少合体外, 工作室都为他们接了不同的综艺节目以及影视作品,可是无论是王俊凯参加高能少年团还是王源参加青春旅社,两位哥哥只不过是去录节目而已,能像千玺这般被明星嘉宾宠溺还差一点,只不过在记者采访现场,网友又似乎发现了新大路,被爆将要追赶上王俊凯的易杨千玺身高亮了, 王俊凯曾在微博透露自己身高177.5,想必过了大半年应该逼近180了,而最近几次千玺亮相都和王俊凯齐评,可是这就是街舞采访现场千玺站在官方身高180的罗志祥身边,却差了不少, 根本没有180的趋势,看来三小指的身高还是个迷,不过无论三小指是否独立发展,他们是否有身高差距,真正喜欢他们的人会一直喜欢,就算分开发展还是希望他们能保持初心,毕竟刚开始的他们友情是最纯真的,祝福他们发展越来越好。